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0号下午陈专列抵达香港 出席将于7月1号举行的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视察香港 抵达后 习近平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 香港各界人士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习主席的讲话亲切温暖、振奋人心 习主席在派照期间 我们前白的代表 足以完全亲切交流 大家都感受到习主席对香港的重视和关爱 正以实际时在刚到香港的时候的讲话里面 真的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香港过去面对种种的挑战 但是是期望香港在预复和重生 一国两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听完习近平主席来到香港发表的第一段讲话之后 我感受到亲切、温暖和振奋人心 习近平主席就说到虽然事隔五年再次来到香港 但是无论他本人或者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牵挂 永远都没停止过 感受到无比的温暖 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说到 他一直牵挂着和一直关注着香港 我想每一位市民听到这个说话 一定内心都非常温暖 那作为香港青年人 我都留意到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一国两制这个制度 其实我认为只有背靠好祖国 我们才能够面向到世界 也都可以把握到一些新的机遇和发展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香港近些年来历经了许多挑战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一份莫大的鼓励 香港社会各界应立足自身 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行文志愿贡献力量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习主席力临香港 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振奋 习主席的讲话立意深远 他正确地指出了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香港同胞福祉的好制度 习主席的讲话振奋人心 我们一定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确保香港在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我深深体会到国家和主席对我们香港 时事都是很惊惯很牵挂的 主席今次来香港是给到我们香港一个好 好好的鼓励 我对香港的未来是充满信心 那么这一次习主席在市场呢 说了我的心 双英政府的心 和香港同胞的心是连着一起的 大家看我非常高兴 认为我们香港肯定明天会更好 十分之兴奋 因为刚才听到习主席来到香港的第一个讲话 他是肯定了香港的市民 在香港这五年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的挑战之后 是战胜了这些挑战 是跨越了这些难关 所以我想这个由习主席的口中亲自 对于香港的特区政府 香港市民的一个肯定 是对大家相信是十分之大的鼓励 习主席视察香港 对我们香港青年来说是一份磨大的鼓务 习主席在广话中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衡 给予了一个很高度的评价 作为港票青年 我们今年来得益于中央对香港的惠民政策 和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外户 作为爱国爱港的香港青年 我们将继续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幸运志愿 贡献青春力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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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